借为良药第十七剂,如何克服一银,反复现象,失税,压力导致的手银。 一银是大家开始戒色后普遍会遇到的难题,很多人可以不手银,但是一银就像脱缰的野马,几乎每几分钟就一银一次,在中医来讲,心动则精自走。 一银属于暗号精气神,也很伤身体,所以必须克服一银。 如果你蛮脑子一银,总憋住不手银,也容易出问题。 要杜绝一银,必须深刻的认识到一银是什么,一银其实就是念头,邪银的念头。 这个念头像一样东西,这个东西就是火。 有了这个认识,大家的觉悟就会上一个层次。 接下来,大家再来思考一个问题,火在什么时候比较容易扑灭?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,火在刚开始起来时最容易扑灭,几乎不需要多大力气就可以扑灭。 否则,当火星变成了大火,那根本无法控制。 毛主席曾经说过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 一旦等它发展壮大了,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了,而在刚开始时,你还是可以完全控制的。 我们的一银也是如此,当邪银的念头刚开始出现时,我们马上断掉。 这叫念起极端,在它还没成气候时,把它恶杀在摇篮里。 否则任其发展壮大,最后就是浴火焚身,极易导致破戒。 所以,断逆银是有窍门的,这个诀窍就是断逆银的时机,当逆银刚出现,必须马上断掉,否则它就会越烧越旺,必须在它还是火星时灭掉它,不能犹豫,不能妥协,千万不能错过断逆银的最佳时机,切记。 断逆银口诀,念起极端,念起不随,念起极绝,绝之极无。 这个口诀很管用,大家背熟它就可以形成条件反射,一有一银面头,自动就会断掉。 当然,前提是背得滚瓜烂熟,不断重负再重负,深入潜意识,这样就能形成断逆银的条件反射。 我们一定要保持极高的警惕和敏感,不能等到它发展壮大了,再去断,那时候就很难控制了。 所谓不怕念起,就怕绝持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下面介绍两种佛教修心的方法。 一种虚云法师开示过,就是不要去理会妄念,妄念来了,不要去管它,这其实就是念起不随,不要去跟随妄念,跟随妄念就是在强化它,不跟随就是断。 很多介友都是跟住邪念跑了很久,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在义淫,这时候发现已经晚了,邪念已经起誓了,就像小火星已经变成大火了,这时候段义淫就比较被动了,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。 还有一种叫转念法,当义淫出现时,立刻转成佛号,当然不只是义淫,包括贪嗔痴等妄念,一旦出现,马上转成佛号,一句阿弥陀佛就转过来了,这种方法很好,我用的比较多,我本人信佛,这个方法对我很管用,有佛缘的介友可以尝试下。 总之,要介色成功,意淫关闭虚过,身体要恢复,平移关闭虚过。 介色的却不是那麽简单的,不是说我意志力强,就可以介调,介色要成功,必须多学习介色文章提高觉悟和定力,这样才有望彻底解除,一旦停止学习和放松警惕,那就很容易破阶。 介色必须专业,什么叫专业,大家都知道有职业玩家和业余玩家之分,篮球有职业篮球和业余篮球之分,介色也是如此,必须通过学习让自己介的更专业更到位。 不学习介色文章,你永远无法变得专业,永远只能处在菜鸟级别,要想彻底介色成功,真的很难。 真正有觉悟有上根的人,必定是每天坚持学习的人,每天都有所领悟,这样他的觉悟和定力提高的就非常快。 我在介色把这抹久,也得却发现不少介友进步很快,觉悟很高。 而有部分介友,介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行,介色一时还是很模糊,很多问题还是认识不清,这怎么能够成功? 如果你对介色还有疑惑,立场还不够坚定,那要介色成功,无异于吃人说梦。 只有通过学习改造思想,让思想认识有了飞跃,这样才有可能彻底戒除,永不复守。 下面谈下反复现象 有些介友会问,阶段反应和反复现象有何区别? 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身体会出现症状反复,但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。 区别如下 阶段反应一般在介色后一个月内会出症状,有些介友介色前默示,介色后就出症状了,这就是介色后正气有所恢复,潜在的并且自然就会显现。 坚持介色,症状会逐渐消失的,有些介友不懂阶段反应,一出现症状就慌了,还以为是禁欲有害,结果就又掉进手银陷阱不能自拔。 所以,要介色成功必须建立起正确的认知,否则只有失败。 而反复现象出现的时间跨度就比较大了,有人介色后三个月出现症状反复,有人是介色半年出现症状反复,有人一年左右也会出现症状反复。 出现症状反复是很正常的,据我研究,很多介友在移经后都会出现症状反复,还有就是最近熬夜,劳累,久坐,生气,饮食不洁,感冒等原因,都会导致症状反复的出现。 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,当你还没养足肾气时,已经买至不良生活习惯都会伤到肾气,那就很容易出现反复症状。 还有就是季节转换的原因,因为每个季节人体的阳气水平都不同,一般在季节转换时容易出点症状。 出现症状反复,不用担心,好好休息今天,按时作息,保持饮食清淡,症状会慢慢消失的。 再来谈下试睡症状。 肾虚的表现有一个名词叫试过懒动,不仅是手淫后,乃至移经后,人都会出现这种表现,就是变懒了变得爱睡觉,睡不醒。 很多借友因为睡不住,会通过手淫来让自己产生困倦感,然后会更容易入睡,这种方法其实非常不好,当肾气伤到一定程度,就会出现睡眠障碍。 到时候就是你睡前手淫,也不容易睡住了,所以必须改变这种睡前手淫的习惯,必须及时纠正它,就像一棵树长歪了,必须把它弄正了,不能让它顺住歪进肠。 分享一个案例 我14岁时开始有手淫使,而且很频繁,不过后来知道了手淫对身体不好就停止了,但是现在晚上经常睡不住,白天头晕脑涨,腰部酸痛,小便发黄,是不是我手淫过度导致了肾虚呀? 我该怎么办?我已经有好几年墨睡各好绝了。 有睡前手淫习惯的借有,必须纠正这一习惯,习惯的力量是非常降大的,但必须学会克服它,否则等待你的就是症状。 手淫后事过懒动,其实就是气虚的表现,有人一次不过瘾,连住来两次,这众人将来肯定会出现早泻阳尾倾向,因为欲不可强,欲强则毁,必须懂这个道理。 最后来谈下压力导致的手淫问题。 据我研究和总结,一般借有中普遍会出现两种不良倾向。 一睡前手淫,就是通过手淫来让自己更容易入睡,这种习惯太伤肾气,积累到一定程度,反而睡不住。 二压力导致的手淫,就是把压力变成手淫行为,这种情况也极其普遍。 睡前手淫我上面讲到过了,下面就来谈谈压力导致的手淫。 压力导致的手淫,分为好几部分,有求职压力,学业压力,父母的压力,人际关系压力等,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。 所以有句话叫,生容易,活容易,生活不容易。 我预见的借有,其中有求职失败,或者被老板骂,被父母骂,心中情绪失控,精神压力非常大。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手淫的慰藉,希望通过手淫来摆脱不良情绪,说实话我以前也经常这样,被骂了或者莫考好,晚上肯定手淫,好像手淫是一个发泄的出口,就是希望手淫把自己搞累搞空虚,然后什么也不想,一天就过去了。 这种发泄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,因为这种方法对身体的健康是有损害的,虽然是可以起到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,但总的来说是必大于力,所以必须克服这种不良倾向,生活中有压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收到,并不一定要通过手淫,比如运动方式就比较好,当然要注意适量运动。 我提倡的方法就是注重掉心,压力使你的心理失衡,你要学会把它调整到平衡的状态,让自己保持在心平气和的状态,这种掉心的能力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,大家可以多看看情商方面的书,对大家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是很有帮助的。 我咨询的借友中,很多人破戒就是情绪出了问题,生活中的不如意,生活中的压力,导致暂时的情绪失控,这种心理状态就比较容易破戒了,心理不爽, 我写这篇文章,就是让大家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,有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,借色才有望彻底成功,永不复首。 感谢!